哈喽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葡萄的画法 首先我们调出一点紫色,大红 让这个紫色有一点点颜色的倾向 这样片完红之后呢 接着我们用笔尖前面三分之一 蹭一点点紫 这样笔上就形成了颜色渐变的效果 画葡萄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打圈圈 由笔尖入纸按下来画一个弧形 我们这边用同样的方式按下来画一个弧形 把它画得圆润一点,稍微的圆一点 然后呢可以留一个这样的高光流出来 留一个这样的弧形的高光 好,接着呢我们可以画一些这种层次感出来 在上面画一半 同样流出高光的位置 或者是把它整个都涂掉也没关系 等会呢我们用白色来把它高光的位置把它点出来 两种方式都可以 好,接着我们用同样的方式可以再画几颗 同样可以高光可以留出来 也可以呢不留 到时候白色去提都行 但是高光的方向和位置要统一 好,画完之后呢 接着我们可以用藤黄加花青来画出叶子 调出绿色 然后呢笔尖同样可以蹭一层花青 让笔上的颜色呀 不要那么的单一 可以来一些变化 侧风刮 中间这一片呢刮大一点 旁边呢稍微的小一点 越往旁边 侧面走越小 越往远处走呢也越小 好,画完这些之后呢 我们接着来一点点褶石 今天用到的纸呢是生鲜纸 画枝干的话我们要换一只狼蚝笔 然后加一点点花青藤黄 加一点点绿 让它的颜色呢偏深一点点 主要还是以褶石为主 好,那我们就直接从上面这儿开始 画一个大的枝干下来 好,穿到这来 好,画到这之后呢 再接着往下 然后呢再画一些这种小的这种结 这种呢可能是已经掉了的葡萄 接着我们调一点白色出来 然后蘸一点白色去点高光 这里呢可以厚重一点 白色可以蘸的厚重一点 因为刚才没有点这个葡萄 那其他的呢也可以再点一下 把这个高光稍微再给它点亮一点 或者是修饰一下 高光点完之后呢 接着我们可以蘸一点墨色 蘸一点浓墨 来点什么呢 它的果旗 果旗的位置呢和这个枝干的位置要对称 枝干在这 那果旗我们来点在这个位置 好,枝干从上面来的 果旗我们就点在下面 枝干呢从这个左上角来的 那果旗就点在右下角 要和枝干的位置对称 那有一些看不到 我们就可以不用点 好,点完这些之后呢 用烧淡一点的墨汁 我们来勾这个葡萄的金脉 叶子的金脉 勾筋的线条呢 一定要顺畅 成这样的C型 尤其只有一个弧度 最后呢我们还可以用浓墨 在这个枝干上稍微点一点 表示一下它枝干上的一些结 或者是一些疤痕等等 如果有喜欢果画的朋友呢 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有时间呢可以跟着一起学一学 一起画一画 我们下期再见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